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观众朋友你去领 你去登记三倍劝了吗 我们的交通部长林佳龙 他今天跑去邮局 视察整个邮局的状况 以及压力测试的模拟 他就在现场说 我个人 林佳龙自己讲 我个人会选择到邮局去排队 因为邮局 最方便 然后他 不过他不会现在去领 他8月才会去领 林佳龙说我OK 你先领 我真的觉得这些政府官员很奇怪 我记得在我们还没有发布预购之前 不是政府大力宣扬 叫大家去用电子支付 绑定信用卡 希望我们全部都走数位化吗 结果蔡英文总统 自己跑去领实体券 预购实体券 他跑去7月11 7月11 对 去便利店 那苏贞昌也是领实体券 现在林佳龙你去视察完之后 邮局人家就已经告诉你 负担会很大 结果你说我也会去邮局领实体券 你们是生怕他累不死还怎么样 而且跟你们自己 之前推销的政策完全相反 那这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你当初不是说你只应用 千两百万份实体券的原因 是因为多数人 至少一半的人会去用电子支付吗 那现在政府官员自己带头 都会去领实体券 那你实体券不就爆掉了吗 所以我真的完全不懂 这些官员脑袋在想什么 你们要不要回去先开个会 先研究好一下 大家口径一致再出来讲话 是 我们知道现在 紫本的三倍券 已经完完全全不够了 才第一阶段开放大家来预购 就有超过86%的民众 选择领紫本的振兴券 现在政府说还要再加购 你可以看到现在除了官网 四大超商的预定 第一梯次当然已经开始了 快要结束 已经结束了 那在7月15号 如果你登记成功 你就可以来领取了 现在新增加一个梯次 就是7月8号开始 即日起你就可以去预定了 然后在7月22号 可以慢慢去领取了 这是新增加的一个梯次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 现在预估 不管是各方的预估 不管是媒体 或是实际上的预购的 这个数量来看 的确有八成的人喜欢拿到 实实在在的三倍券 然后放在口袋里 觉得比较安心 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猜 所以现在我们邮局担心几报 所以7月15号开始去邮局领券 或是买券 你必须来分流 就是你的身份证字号默码 来做依规13579 你是周一周三周五加上周六 可以去领取 应该是去买 然后24680 就是你的身份证末号是2680 偶数的话是周二周四加周六去买 跟我们之前口罩差不多 你不觉得第一个这个分流很不公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激素的比偶数多领一天 看到没有 第一个差在这个 第二个我们又发出一个淡数 什么淡数呢 一个人可以领五份 请问一下一个人可以领五份的话 那你在分流什么意思 我完全不知道 我都可以领五份了 那表示就算不管是单数还是双数 我都可以去帮他领 只要轮到我领那天 我一个人可以去帮另外四个人领 分流没有人这样分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政府到底 你在推行这些政策之前 你自己有没有试运算模拟过 有没有去兵棋推演过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都没有 只是随便几个大官在冷气房里头 大家想我们这样做好 好 就来做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笑吗 真的拜托你们做 在严理政策的时候 是不是基本上要稍微做一下 整个模拟研究一下 是 林佳龙已经喊出来了 我OK 你先领 就感觉好像时光倒流到 今年二月三月的时候 领口罩 我OK 你先领 是不是又要出什么脸书贴图了 我不知道 不过观众朋友 其实明察秋毫 三倍券可以用到哪里 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宣导 政府也出了很多的宣导 在官网上也有公告说 高铁 台铁 捷运票可以买 可是现在瞧瞧的变了 而且他没有告诉我们 这是有观众自己 在三倍券的官网上发现的 本来高铁 台铁或北捷都可以买 就包括回溯票 订期票 本来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他偷偷把高铁的杠掉 他也没告诉我们 就偷偷杠掉 那偷偷来 好险被抓到了 所以现在可以买台铁 可以买这个包括北捷 可是高铁好像不能用了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说因为购买回溯票 是除值行为三倍券不能用 那经济部你这个是在讲什么 有人说你在讲什么 听不懂 因为这个北捷不算回溯票吗 台铁不算回溯票吗 只有高铁算回溯票吗 现在高铁到底能不能用最新的消息是 高铁现在和经济部正在商量中 明天高铁才会做这个宣布 我自己私下揣测 应该是经济部现在还在跟高铁说服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这个顺序好像相反 正常来说应该是你公布政策之间 你已经跟高铁商量好了 你应该是这样 哪有说你先宣布政策 然后高铁说我不要做这件事 然后你再把它拿掉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一开始告诉我们说 58家电商可以上网一个 后来隔了两天突然变81家 然后后来又变80家 你知道为什么变80家 因为台铁那个网页不符合标准 所以又偷偷被拿下来又变80家 然后现在又悄悄的台铁回来了 高铁又被拿下去了 那确定的名单到底在哪里 什么时候可以确认呢 我们的官员很奇怪 你们在做事情之前 都不需要去沟通了吗 还是你们认为我要你开放就开放 我要你不要开放就不开放 全被你关制一句话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做决策 不可以这样做 拜托 赶快沟通 赶快告诉我们确定的答案 感觉好像是月亮 偷偷的在改变 初一 十五不一样 每一天可能他都会更新 如果你修正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比较宽宏大量 你公告一下 就是可能有苦衷你修正 可是他是偷偷来 他偷偷把他杠掉 或偷偷再拿回去 那都没有告诉大家 万一有人以为可以 那到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明月 或者是混乱 817万票 到底可以怎么样扣 扣到何时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你可以看到 纸本券我们刚刚讲了 已经很吃紧了 很多人都说怕领不到 所以现在要加印 本来截至7月8号 已经有这么多人 我们已经有将近一半的民众 跑去预约三倍券了 大家其实动作很快的 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多人 882万人开始去预购的是纸本 这个还没有算去邮局这个排队 像我们林嘉宏部长就说 他要去邮局排队 那再加上邮局排队的这些人 邮局自己说 他说有这么多人去领 可是我们的行政部门 是跟我们讲 可能有800万左右的人 因为我觉得邮局领取的人数 可能预估也过高了 加起来就超过我们2300万人了 所以大概800万人 所以这样算一算加一加 至少也会有2000万人 跑去领这个所谓的纸本 这样纸本真的不够 很明显不够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过度的乐观 认为至少一半的人 会去做电子支付 做数位的这方面 所以我们只印了一半的量 1200万份 他们搞不好还认为印多了 结果现在你现在要追加 追加要追加很不干脆 又再追加200万 变1400万 可是问题是你们现在自己都评估 大概1700万人会去领实体券 1700万搞不好都不够 如果也就这样下去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人已经发起一个风潮 什么风潮 就是本来我在网络这些 要电子支付的 我现在在退 我要换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本来要去做这个东西的事 是要去抢那些优惠 可是这些银行 这些电商的优惠 都是有限额的 他可能只有一万人或几千人 我抢不到那个限额 那我当然就要退掉 我退掉我换了实体支付更好用 因为很多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不能用这些电子绑定的 所以你未来可能数量会更高 结果行政院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 第一个你只追加200万份 第二个他在强调什么东西你知道 他在强调他印制成本 比当年的马英九消费券便宜 因为印得比较精美 苏贞上有说 我们这个消费券是 从德国进口的这个 非常精美的纸 所以我们成本比较高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空间 你知道多贵吗 之前1200万份花9亿 你知道花多少钱 一份75块钱 9张纸75块 吓死人的贵 我以前印杂志的时候 我100多页的杂志 我成本大概2 30块 你就知道 所以他值真的非常好 那个当然他有防伪科技 什么东西 可能价钱真的高一点 可是现在不是要你去跟消费券 比较谁比较硬的便宜 谁比较硬的贵 老实讲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重点在到底够不够用 然后它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效果 然后现在行政院还在嘴硬 告诉我们说放心放心 就算实体也是一样的 这个效果优惠还是一样 会展现的经济效益也一样 好 如果真的是 你行政院所说的话 那你之前跟我们努力推数位干什么 那效益既然都一样 你干嘛一直努力推数位 你就直接实体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这个政府一直在前言 不招后语 自己打自己的脸 我真的不知道 要看你们打到什么时候 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感觉 政府有点左知右触 可是政府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吗 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他们有时候发言人 或是官员出来讲的话 我都会觉得说 你还是觉得你自己好棒棒吗 来看一下 包括了这个林佳蓉今天 去视察这个邮局的 所谓的演练的实际模拟的状况 他说这个邮局只要在吸收 600万到800万的排队人潮 大概10天就可以把这个压力给结束 他们真的好像感觉期待的太好了 每一个人他们规划 每一个人大概只要花2.5分钟 就可以完成领卷 我觉得哇 你们的预估超前部署的预估 也太乐观了吧 我觉得25分钟可能都领不到 我觉得这个预估真的不知道 怎么预估了 你要不要去看 那天蔡总统很开心的告诉我们 他去便利商店 很快就可以领到的时候 他是那个店员全程陪伦 他告诉他怎么操作 你有没有考虑到是这样的状况下 他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领到 那你觉得邮局有可能一个一个 手把手去教他怎么用吗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那样弄的话 10分钟大家都弄不完 然后你看 现在你们严重低估 他说只要600到800万 好 我就算当你说的600万好了 10天得一天要处理60万人 那全台湾只有1299家邮局 很多是在深山里头干嘛的 你真正比较大的邮局 大概剩1000家 你一家60万人 一天60万人 你一天要处理多少人 你确定邮局有这个能量去处理吗 所以邮局自己的预估 都不敢预估这么深 他说至少要20天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预估 都过分讲这乐观 到最后累的是谁 反正也不敢你们是累 还是邮局这些人算他们倒霉吗 反正领导或是长官讲了 底下的小兵基层人员 可能就很苦了 我们就有看到邮局 有一个类似靠北邮局 这样子的一个全民开讲的 一个不公开的网站 我们得到的一些讯息 这些都是邮局的基层人员 在上头写出来他们的心声 为什么他们会写这个呢 因为现在担心就是 如果你去邮局排队 你知道一天就是60万份 有些邮局在譬如台北市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可能他发到5万份 maybe一下就被领光了 那我再去排队 我排了半天 我拿到号码排 我无法领到消费券 他们就会担心说 这个真心券如果没领到 会有民怨 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我称之为鬼点子 就是你可以拿出你的健保卡 还有你的1000块 然后交给邮局说 我寄卡寄钱 明天再来领 所以现在基层的员工就说 你寄卡带管 还有预收现金 这是违反金融业内的内控原则 你这是违法吗 你知道金管会要不要出来讲一下话 你金融业你有规则 不是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 现在他知道你预收现金 还有寄卡带管 那总经理动动嘴没有事 我们基层动动手有事 违法叫我做 好 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寄卡带管跟预收现金 这根本不可以 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规则搞清楚 寄卡是要钱有问题 万一我说我给你1000块 我说我没收到 怎么办 游行员员要不要下跪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领口罩的时候 有一个药局的钥匙 因为还错了这个健保卡 那位阿姨就很生气 要这个钥匙下跪 那当然那是个案没有错 可是万一又出现 这样的混乱的状况 要基层来单吗 基层现在非常害怕 其实我比如讲 一个生产线最简单的原则就是 我们每一个部门 只做一件事情 我不做其他的事情 这样速度效率是最快的 你现在等于又给他们 增加一项工作 你除了要去直接 人家预购卡的人 你要拿卡给 拿那个消费 那个三倍券给他之外 你现在又要一个收现金 还要去收这个健保卡 还要付保管资责 你还要有地方去储存 然后还要担心这个现金会不会掉 会不会出现数目会不会差错 这不是更增加他的负担吗 那至于违法 我反而觉得比较小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一开始就已经违法 因为政府一开始叫我们 用健保卡去预购这个东西 本身已经违法 因为健保卡上面明文规定 你只能用于医疗行为 所以之前口罩可以买 因为那算医疗行为 现在这个跟医疗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个政府一直在违法 那已经不重要 重点是你反而增加 尤其更多的困扰 你到底是不准备把他们超死 你不甘心就是了 是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的 行政院的发言人叮叮 地名 他还在自我感觉良好 我觉得 因为他说这一次的振兴三倍券 的发放选在邮局 是希望能够促进邮局转型 一歼二顾 在发放的同时 还可以推行Visa的金融卡 任务达成就能少卖一点养乳片 这个他叮叮你还好吗 我真的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 你找不到理由 只好瞎掰硬扯 拜托 你邮局转型是今天才开始吗 是因为这一次三倍券才开始吗 有许一直在转型 他们羊乳片已经卖很久了 他卖很多其他扎一扎八东西 已经卖很久了 还有蜂蜜 他Visa卡也推很久了 你说这一次希望他同时在推Visa卡 请问一下那么多人已经排队 在那边怨声载道的时候 你本来估计 我就算你一个2.5分钟好了 然后我办个Visa卡要多久时间 我请问你一下 你有去办过卡的人都知道 那个十几分钟都不止 你是准备生怕那个龙牌的不够长吗 一定要看他排到天边你才甘愿吗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 自己你找不到理由了 自己随便瞎扯东拉西扯 扯一些东西来打 拜托不要再讲这些干话 做一些时事吧 所以我觉得也许 他们真的把事情想像得太美好了 因为毕竟现在在防疫期间 因为台湾的防疫很好 那我们的行政院 或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就说 我现在讲什么 我一定对 我有817万的民意支持我 可是有错的真的还是要讲了 包括柯P就讲说 据我所知 三配去人的作用就是收买人心 为什么柯P会这么说 来听听看 中央有他的政策 他做了就做了 我的知识知道说 好够很多 但是他也是一个收买人心的作用 如果有效 那他们以前在骂马英九在骂什么 所以如果有作用的话 以前在骂马英九在骂什么 但是我必须讲 其实柯P在骂蔡英文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一只手指别人 四只手指还指的是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柯P你明知道 这是个没作用的东西 然后你还加马 对 台北市敬老卡可以加一千 是 台北市很多老人 就因为这样去绑定了 所以你也认为他没作用 那你也跟着加马 那是怎样 是要启用 要收买人心 大家一起来就是了 所以我必须说做一个 不管是地方首宅也好 中央执政的也好 大家凭良心做事 真正能够帮助到民众的事情 才要去做 这样收买人心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是 不过丁丁又来了 行政院发言人针对柯文哲的批评 他说其实我们现在发这个振兴券 不是在计算对GDP帮助有多少 他这个第一句我就觉得怪怪的 而这些钱是在反映在小商家身上 我不懂他来讲什么意思 是一些小商家可以得到振兴吗 另外丁丁在昨天也讲了 三倍券 好领 好刺激 目标已经成功了 他觉得他们已经达标了 自己给自己拍拍手 可是我们就可以点出很多问题 第一个 在邮局领券 不一定可以马上领 因为你去排队排了半天 有可能今天已经发完了 有可能 所以这好领吗 很多人质疑了 还有高铁突然不能用 我们刚才一开头就讲 一下能用 一下不能用 到底要怎样 这个也好用吗 也是一个问号 并非计算对GDP的帮助 好刺激 我们不是政经券就是要刺激GDP的 现在又讲说不是要刺激GDP 我都觉得我脑子也搞混了 另外使用期限只有五个月 因为到年底你就不能用 这有刺激到吗 到底刺激到了什么 这是我们要问政府的 请他们给我们一些答案 另外两岸的危机是不是增高了 是不是升高了